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陈氏献给了乾隆皇帝 乾隆一看确实是一名标志的美人 于是便毫不含糊地收下了 在满旬结束后将陈氏带回了皇宫 封位名常在 值得一提的是 著名的乾隆季后检发事件 就是在乾隆三十年的这次南军中发生的 有一种说法是乾隆在江南学发问流 还要将封臣女子封位飞走 气候进见不成便剪掉了自己的头发 由于史料缺乏 现在还不能确定名常在陈氏 与这次检发事件到底有没有关系 陈氏进入后宫后 并没有获得太多的胜传 但是从乾隆后期封飞较少的情况来看 陈氏晋升较慢也是非常正常的 毕竟陈氏出身低微 乾隆四十年 在令皇贵妃病时候 陈氏被晋升未名贵人 福利和待遇有了明显的提升 此后一直到乾隆五十九年 乾隆为了褒奖 长期陪伴在自己身边的妃子 为他们进行了统一晋升 当时陈氏给陈氏拟定了三个封号号 一方 乾隆亲自选定了方子 有此 陈氏便晋升未方品 嘉庆三年 即将离世的太上皇乾隆 不知为何又想起了陈氏 下旨将陈氏晋升未方妃 趁太上皇芳妃 只过了三年 芳妃陈氏最终离开了人世 虽然芳妃陈氏只是 清朝后宫万花丛中的一朵 但她毕竟受到过乾隆皇帝的宠爱 相对于其他无名的女子 真是幸运的多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川普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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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